今天所学习的经文 先把这个声音稍微弯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洗米记 我们今天从九章三十六节开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发音或者是哪个字不清楚的 老师我们正在找 我正在找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金老师我想让你给我讲讲 有一个词 就是那个 will in view of all this 这句话想让你给我讲 在三十八节吗 三十七节好像吧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in view of all this in view of 对 ok in view of就是说 有关于这件事情 建于什么什么 in view of 这句话是不是用很普遍 我就想问问这个 这很常用啊 也可以是在那个 in view view是我们看 在你的视野之中 in view of的话就是指说 你在建于有关于什么东西 我们考虑到什么问题 in view of all this 我们考虑到这所有的事情 我们建于这所有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事情 view是看的意思 ok 建于这些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binding agreement binding agreement就是真正有实质 约束作用的这么一个协议 ok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协议 而且特别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put it in writing 特别我们这个协议 还要把它黑纸白字的写下来 然后我们很郑重其事的 我们所有的领袖 我们的立位人 我们的祭司 fixing their seals 是盖上张 签上张 ok 所以每个人都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张 ok 把那个章都盖在上面 所以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情 这么样的这个重视 严肃 ok 好 in view of 这个 这个整个是一个 这个习惯用语 从各个方面 就是一个习惯用语 in view of 鉴于是这样 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 所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们犯罪 是不是 然后呢 所有 地上是非常肥美 产出来的东西 可都给了这些大王 这些 这些敌人啊 又把他们抓去流放啊 又干什么 他们继续犯罪啊 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牲畜 都受到困制 所以 鉴于所有这些问题 in view of 是把前面的所有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 我们要立一个约 一个binding agreement 一个确实有效的约 这个约 每一个人都在上面 盖上他的章 签上他的名 表示我们真的是认真的 一定要这样做 这次我们真的要做了 就是不能再犯罪了 郑重其事的 不是只是嘴巴 说说而已了 所以in view of 前面有个事情发生 比如说 鉴于这一次 所有的 在中国发生的水灾的问题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决定要好好的治水了 鉴于 ok 由因为什么的关系 鉴于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问题了 ok 所以前面有个因 后面有个果 考虑到这些问题 in view of 考虑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 怎么怎么做了 考虑到所有的同学 考完高考之后 非常累 所以我们决定 组织全班同学 去露营 去郊游去 in view of 这个in view of 是看到 事实上是 字面上是看到 其实就是 我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鉴于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决定 这样做了 这是一个连接词的习惯用语 in view of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thank you thank you 老师那个31节那个 31节有一个 forgo 还有一个 就是 十章 十章31节吗 ok 好 十章31节 ok 好 怎么样 有个那个forgo 还有那个concel concel 什么forgo forgo forgo well forego 对 forgo okay forgo 是让这个事情就 就消退 让它就这样 就去吧 随便它 你放弃某件事情 叫forgo 摒弃某件事情 forgo working the land you will cancel the all death forgo 就是我们要让 在土地上耕种这件事情 不做了 放弃了 所以每七年 我们就要修耕 就是因为我们要让 所有在土地上的操作 全部在土地上工作 这件事情都停下来 都放弃了 都摒弃了 每七年就要修耕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像 如果我们持续的 使用土地的话 这个土地的肥 整个都利用尽了 最后就是产不出东西来了 所以它修耕是有道理的 fo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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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吧 就是不管了 就是不要管了 就是让它自生自灭 让它就这样子 forgo 顶弃它 放弃它了 放弃后面这件事情 放弃什么事情 working on working the land 在土地上耕种这件事情 在土地上工作 这件事情我们七年一到 每七年 我们就放弃 不做了 那是后面那个cancel 两件事情我们会做 一件事情是我们forgo working the land 所有在土地上耕种这件事情 我们放弃 不耕种 修耕 第二件事情 cancel all debts 取消所有的债务 不追讨了 不要了 每七年 所以有七年的时间去把债务追回来 追不回来 第七年就取消 有没有问题 ok 好 这个dive是债务是吧 debt debt是债务 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每次都有读到的 原来我们的债 对 这个是debt 那个b是不发音的 b是不发音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上面那个merchant 那个词怎么读 merchant merchant 我们学过这个字merchant 我上次讲过merchant是什么 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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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handise是商人卖的东西 那是什么意思 商品啊 所有销售的东西都可以叫merchandise ok 所以所有销售的东西都可以叫merchandise merchandise 我们这边的商人小商人 ok 我们都团结起来 我们一起对抗这个疫情后的不景气 ok 这个叫做merchant merchandise ok merchant跟merchandise 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是吗 哦不是一个名词 两个都是名词 merchandise是你卖的商品 叫merchandise merchant呢 是他的 是商人卖东西的人 merchant merchant merchant是商人 merchandise是商品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 附近的这些人 附近的民族 当他们带这些商品过来的时候 merchandise 商品 要卖东西的 green 或者是这些古物 要来在 呃星期天 这个 安息日的时候 来卖的话呢 我们就不买 我们不在 安息日的时候 跟他们买东西的 或者是任何的圣日 on any holy day 圣日我们是不买的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再跟我们讲讲 那个奉献那个吧 这个叫什么 怎么念 Dice Ti 就是在 10章37节 10章37节 ok好 有一个奉献 好 10章37节 怎么样 哪一个字 有一个奉献 就是后边 最后 那个 这个 Ti 是不是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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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1奉献 这是一个特别的 1 奉献 哦 还有 我记得 还有一个词 斗力 怎么说 那个词 也是奉献 是不是有几个词 是 是 这是11奉献 Ti Ti 是11奉献的意思 十分之一 你赚的十分之一 要奉献出去 Ti 所以他们的十分之一 老百姓 十分之一拿出来 献给这个立位人 立位人把其中的十分之一 又献给神 好 还有一个词也是奉献 就我忘了面了 道 道 Donate 哦 Donate 对对 这也是 Donate Donate是一个动词 Donate是动词 捐献 我捐给十字 红十字会 这个叫 我捐给那些水灾的人 Donate Donate OK 动词 重音在后面 Donate Donation 是我的名词 捐献 完全捐出去 不记任何回报 没有收任何的那个 就是直接捐出去了 叫Donate 比如说人家捐旧衣服 捐罐头 捐什么东西 给贫苦的人 叫Donate Donation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那个 就刚才那个 Pc 是指了十一奉献 专赐 专有名字 这个是圣经专用 专门用在基督徒里面 犹太人里面讲的十一奉献 叫做Teaser Ateaser 老师 这个是Tither 还是Tither Tither 看一下 我去 对 这个Tithe才对 Tithe A Tithe A Tithe of our crops A Ti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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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讲十一奉献 基督徒的十一奉献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后边那个Tithers 是吧 Tithers A Tithe Bring a Tithe 注意用的时候 要用一个A A Tithe A Tithe A Tithe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5节 Assume Responsibility 等一下 五招吗 10章 35节 35节 OK 好 哪一个字 Assume We also Assume Responsibility 这里 对 OK Assume Responsibility Right Responsibility OK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OK 基本上讲的就是说 他们也定下自己的这种责任 OK Responsibility OK 好 所以他们也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Assume Responsibility 不要把这个字不要想成什么假设 假设不是 这个是他承担责任 他愿意负这个责任 什么责任呢 就是带到圣殿 每一年都带到圣殿来 first fruit 出熟的果子 of our crops 我们所有的这个农作物收成上面出熟的果子 OK 每一棵树的出熟的果子都带到圣殿里面来 这个叫Assume Responsibility 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Assume Responsibility 这个在拨的贴上是吗 重音 对老师 这个字 OK Responsibility Bility 重音在B上面 Responsibility 对 老师我再问一下 Sume是不是能用那个 Vear Dear 来代替 哪一个字 承担那个 Dear Zear Zear 对 为什么叫Zear 承担 我负担不起 就是这个 Vear 也好像是承担的意思吧 也是承担 它也有承担的意思 Zear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这个字 I cannot bear 我不能怎么说你 I cannot bear 有那个bear 这是bear B-E-A-R 对对对对 Z对吧 Z 对 Z Also assume Responsibility OK 这个地方不要用bear bear是在俗世里面 OK 在人世间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 逼的没有办法 法律上要我 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用bear 这个字 Assume是他们自愿的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Assume Responsibility 是我们自愿的承担 然后我要承担做母亲的责任 这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法律规定我是妈妈 我就要喂养这个孩子 So I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所以两个的动机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这些人是主动的来承担这个责任 他们自愿的 好 谢谢老师 好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抓鸡 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个说法呀 我记得 徐老师 10章33节 33节 33节 是吗 是33节 就是抓鸡的那意思 我记得 原来我们是不是学过一个别的 34节 我闹了 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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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字吧 casting loss loss就是那个抽签的签 叫loss cast就是向天空上 抛出去 所以就是抓鸡的意思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下面那个 atomment是赎罪的意思 哪一节对不起 哪一节 三节那个 make atomment make atomment for 就是为以色列人他们赎罪 make atomment 在我们上次讲那个利维记的时候 常常看到make atomment make atomment for Israel 为以色列人赎罪 make atomment就是赎罪的意思 make atomment 谢谢老师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三十一节 十章的三十一节 好三十一节怎么样 三十一节有一个 merchandise 刚刚才讲过 对来你看我后面的 刚刚讲的东西 OK两个字 一个是merchandise 一个是merchant OK merchant的意思我们讲过 merchant是商人 对不对 卖东西叫merchant merchandise是他卖的东西 就是商品 他出售的东西叫merchandise 所以商品的意思 他卖的东西 刚才好像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他说 when the neighboring people 四周的老百姓 就是其他民族的 他们把商品 或者是古物 带过来卖 但是他们是在安息日 带过来卖的时候 犹太人他们就不买 所以merchandise指 他们要卖的东西商品 好 你还没其他的 好明白了老师 去到三十八节 有一个发音问题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什么 最后一个发音的问题 我不太会念这个 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今天出演好语次 story room 是story room store 你两个字合在一起 store room store room 是他们的仓库储藏室 叫store room store rooms 这个是仓库 那后边那个 他们的私库 他们管收钱的地方 收领悟的地方 收圣物的地方 都叫treasury 好像我们现在的会计 OK 我们的会计部门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在里面 会计部门的下面 会有很多的房间 就是store room 这一间专门放金子 那一间专门放银子 这个是专门放钱币的 store room OK 好 所以收来的这些 十一奉献呢 就是放在这些 他们私库所管的 这些储藏室里面 treasury treasury 什么这个词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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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嘴巴不要太大 不要try 没有外面的y 那个y的音没有 ea是发短音的 e treasury treasury ok treasury treasury 啊哈 treasury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 老师刚才讲那个33节 33节那里边有一个 atonement 我们刚讲过 make atonement 对不对 这个字 make atonement for Israel make atonement就是赎罪的意思 在立位纪里面 大量的用这个词汇 make atonement 为了什么事情来 make atonement 来赎罪 atonement是 名词的意思 哦 刚才讲赎罪 我说 这个词没有联想起来 一直感觉到 在迷糊着他 现在明白了 atonement是他的赎罪 ok 赎罪 这个字本身就是赎罪 但是你用名词的时候 他有个习惯用语 就是make atonement 来做一个赎罪 make a atonement well depends make atonement是in general 普遍性的为以色列人来赎罪 make atonement for Israel 如果make a atonement make a atonement的话 他是专门是专门为哪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哦 这个赎罪 就好像赎罪不是这个词 还有另外一个词 嗯 知道那你再看到再说吧 make a atonement for Israel 我们是替以色列人来赎罪 嗯 好 谢谢老师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其他的问题 那个mear 是不是那个 我记得平时我们管那个叫一顿饭吧 mear 在哪里 37节 姬老师 37节 37节 这张37节 ok怎么样 就这个 grade meal ground 这是ground ground meal 这是免税的 the first of our ground meal ok 所以在这里他指的就是说 他那个mear指的是那些麦子磨碎的面粉 叫mear 但是我们mear有好多个用法 我吃的这一顿饭也可以叫mear 也叫mear 对 ground呢 是从grind来的 the ground是从grind来的 磨碎 磨一个东西的动词 叫做grind 比如说印度人他们很多东西都是磨的 磨碎来吃的 ok 印度人的面粉什么都是这样吃的 grind ok 所以他后面分词是grind 所以ground meal是已经被碎的这些面 因为他做素剂嘛 要用面粉跟油来做 对吧 我们读那个立位记的时候还记得吧 是啊 我就记得平时吃饭就叫叫那个面 这里边是叫古物 不太吃了 老师那个flower它也是面粉吗 flower yeah flower是面粉啊 是啊 那老师ground呢不是还有地面的意思吗 地方 ok这个地方不用那个意思 这个地方ground你做地面的时候 play in the ground 或者是playground 或者是playground 游乐场 right 这个地方你看上下文它不可能跟地有关系嘛 对不对 你看他用的是ground meal ok ground meal这个地方 meal就是一个名词 ground是它免碎的那个面 免碎的面 所以这个the first of 你看这个 这个地方指的the first of our ground meal 我第一道 什么都是拿出熟的第一道的最好的 the first of our ground meal 我们第一道程序里面 磨出来的面要拿去献给神的 of our grain offerings grain offering指的是素剂 ok 任何那些磨成面粉的东西 然后把它跟油和在一起的时候 馅剂的时候是油跟粉一起馅的 ok 然后另外就是昏剂 昏的剂的话就是 繁剂对不对 繁剂把那些肉动物宰杀 牲口宰杀以后那些肉拿来焚烧叫繁剂 那在这里这个地方 这个ground是一个形容词了 那就是是吧老师 这个做形容词用 他指的是他被碾碎的 被碾碎的 嗯 被碾碎的这个面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明白老师 谢谢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两个书 我们看一下今天两个书 这十九节了 哎十八节了 这个十八节我们昨天讲过了 对吧 19节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One of you 你们中间若有人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Wonder Wonder from the truth 什么叫Wonder W-A-N-D-E-R 什么意思 不是游离的意思吗 就是晃来晃去 一个人漫步 一个人晃来晃去 在那里游荡 我们叫Wonder 就像他们四十年 在旷野里面就是晃荡 Wonder Wonder from the truth 表示是说他们在 从真道里面 晃荡出来 在那里晃来晃去 他们不确定走真道 不确定啊 所以在那里漫游 在那里晃荡 假如有一个人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这样子的话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那就应该有一个人 应该要把这个人 给领回来 把他回转 让他走上真道 走上truth 走上真道 好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把这个句子读一次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如果有一个人 在那里晃荡 在真理附近徘徊 他不确定走真理的话 走真道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人 去把他带回来 让他回转 不要让他在那里晃荡 好 有问题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谁给我们朗读一下 好吗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谢谢弟兄 Thank you OK好 我们再来一位 Jessica来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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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位 Linda来 Linda 谢谢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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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hank you Za来 Christina来 Thank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Bring Za来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非常好,谢谢 好,再来看一下 Sara, please 167的Sara 谢谢老师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Right, person back OK,好 再来看哪一位来 Ester Green来,谢谢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a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Zara, come Chin, please Chin Thank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So,好,再来 Glory, glory来 Xie xie 老师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o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好,再来 Ester 018的Ester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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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Yi go,来 Yi g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Zara,来 Betsi,来 Betsi Thank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o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好 Zui hò Chou 祝 Hui 回本来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o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好 Zài 来一位 Ever Ever来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o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one of you should Wonder from the truth And someone should Bring that person back Bring back 把它带回来 Bring that person back 今天这个句子不难 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OK,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了 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 我们再一起分享 OK 好,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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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